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周怡大概是夏小兰身边最后一个单身人士 反正在周怡回国以前 该脱单的都脱单了 包括季江源 她最后和蒂娜在一起了 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 这种从朋友变恋人的情况也挺常见呀 当然 能和季江源从朋友变恋人 蒂娜早就不是当年的玻璃心公主了 这得感谢于奶奶的付出 没有于奶奶的影响 蒂娜的变化不会那么大 在95年的时候 季江源就离开启航资本 选择了单干 蒂娜早就能动用继承的遗产了 但季江源也没说 要用蒂娜的钱 她这些年是有不少积蓄的 启航资本那边 就由游历给顶上 夏小兰手下 如今已经不缺人才 除英启航计划 展现出越来越好的效果 这个计划 本来也是在替启航挑选人才 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学生 加入到启航这个大家庭里 并不是每个大学生 启航都举双手欢迎 招聘和找工作 本来就是双项选择 大学生要选择就业公司 公司也要挑剔他们的能力 毕竟从95年开始 国家就允许大学生 毕业是双项选择了 可以不服从分配 争取自己喜欢的岗位 到96年 更是彻底取消了 毕业包分配的政策 挑剔启航是私企 现在的启航 已经是大企业了好不好 别说启航地产 和启航资本的发展 就连夏小兰当初 随手投资的电子私点 哦 徐静和马海 早就不单纯做电子私点了 这两人没有从电子私点 转供电脑 搞技能点搞偏了 在电子私点的竞争激烈后 他们转做了小灵通 这真是神一般的发展思路 小灵通的技术 在日本是现成的 还是快被淘汰的那种 很容易就被成功引进 小灵通很符合 华国的实际情况 靠小灵通 夏小兰这个大股东 赚了一大笔钱 真的是很大一笔 到了97年的时候 小灵通市场 虽然还能赚钱 两人却已经开始做手机 夏小兰预感到 自己还能赚很多很多钱 她在徐静和马海身上 终于感觉到 自己身为重生者的 王霸之气 咱不跪舔大佬 咱随便捡两个人回来 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大佬 夏小兰且骄傲且得意 徐静和马海表现了自己的价值 夏小兰也不介意让出更多的股份 反正 她是要随着两人自由发展的 不打算干涉两人的公司 夏小兰觉得 两人是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他们一直很痴迷 自主研发这一块 每年都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金 这就可以了嘛 搞贴牌 是摸有前途地 华国呢 得弄出自己的技术来 哪怕慢一点 要走一点弯路 也没有关系 夏小兰投资的钱 早就N倍赚回来了 剩下的 就让徐静和马海 自由放飞想法呗 安家建材 发展成了全国连锁店 夏小兰设想的建材城 也建了起来 建材城的资金 对夏小兰早就不是负担 刘勇的生意 也不再局限于装修公司 远辉还是业内最大的装修公司 但穷倒之后 刘勇到户市成立了远辉地产 也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 1992年 夏小兰27岁 生下双胞胎儿子 当了母亲 1997年 双胞胎五岁了 古灵精怪 十分难对付 还有太多长辈溺爱 夏小兰和周成头疼万分 生怕一个不留心 两个孩子就长歪了 张小比夏小兰晚一年生孩子 给陈希良生的是一个女儿 加上陈希良和前妻有一个儿子 儿女双全万事足 要给两个孩子挣家业嘛 事业上当然不敢松懈 陈希良成为服装大佬的时间 比上辈子还早 到1997年的时候 陈希良早就身家上亿 老陈有钱了 又有个大名声老婆 司机和保姆都成了标配 反正 从陈希良请司机的那一天起 夏小兰就开始警惕 上辈子 老陈就栽在司机和小毒妻的手上 小毒妻 她是不会娶了 有了张小 还有啥不满足的 陈希良也没有那种花花肠子 但司机也要可靠的人选 夏小兰也不记得新闻里 那司机长啥样 干脆自己给陈希良推荐了一个司机 和正风的来头一样 陈希良还对她千恩万谢呢 司机的隐患解决了 小毒妻还会不会出现呢 夏小兰是觉得 陈希良不会对不起张小 但陈希良在外面应酬多 谁知道她会遇到啥样的诱惑 一时不察着了道也说不定啊 夏小兰只能给张小暗示 说老陈现在是成功人士 她自己截身自好 架不住外面的小姑娘会往她身上扑 张小也要多注意 张小还以为夏小兰是知道了什么来提醒她 也是对夏小兰万分感激 老陈就惨喽 张小从此对她管得特别严 嗯 夏小兰觉得呢 自己也不算做坏事 毕竟是保老陈的命嘛 为了小命着想 老陈背一背黑锅也没关系的 夏小兰也不算胡说八道 真的有人往陈希良身边扑 张小调查一番 就开掉了陈希良的女秘书 年轻的女大学生 经常用崇拜的眼神看着陈希良 时间一久 说不定就要犯错误 夏小兰还经常给陈希良 包括她舅舅刘勇在内的成功男士 讲故事 春风得意时 会有女人为了钱往身边凑 一旦有什么变故 陪着吃苦的还是老婆 情人不卷了钱跑路才怪呢 又过了五年 小毒妻一直没出现 夏小兰估计老陈被绑架撕票的命运 是彻底被扭转了 老陈欠了她一条命啊 偏偏夏小兰还不能邀功 夏总很少吃亏的 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亏 她愿意多吃几回 2002年 双胞胎已经十岁 夏小兰三十七岁 这一年 她获得了Pritzker建筑奖的提名 与她一同提名的 还有宁雪 至于海地之流 没有了蒙德道森的帮助 和夏小兰共享一个 AAA超新星建筑师奖项 已经是海地人生的高光时刻 如今早已沦为平庸 就连蒙德道森创办的 道森工作室 在她死后几年 也关门歇业 最终 是夏小兰 捧起了Pritzker奖的奖杯 宁雪很有风度恭喜她 也又快了一步 夏小兰 是第一个 获此殊荣的女建筑师 还是华国女建筑师 夏小兰举起奖杯 台下有很多她的亲友 毛康山因为身体原因 未能亲自到现场 夏小兰 还是第一个感谢了她 没有毛康山 这么多年的教导和监督 她可能早就把建筑丢开 专心赚钱去了 千禧年后 毛康山的身体已经很不好 她这年龄本来也算高寿 夏小兰知道 老爷子一直在等 等她获得世界级的建筑奖项的认可 她很高兴 自己能让老爷子没有遗憾 很多年前 有人对我说 女人做什么建筑师啊 说我可以去拍戏 去当明星 那样更轻松 杜兆辉坐在观众席上 像无脸 哇 女人这么记仇的吗 这么多年的事情 你还记得 夏小兰并不是在打她脸 她只是有感而发 可这个世上 到底有什么职业 是真的限制了性别 女人可以做消防员 可以做航天员 为什么不能当优秀的建筑师 是啊 为什么不能呢 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限制我们成功的 并不是性别 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都否认了自己 先给自己判了死刑 觉得女人不可能完成某某目标 那就真的完不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